起床了 看看外面的天气 哇 原生的小兔兔 这后面是个 看看 漂不漂亮 哇 后面又河了 风景真好 就是太好了 所以我这里待一天 上来好不好 哈喽 没辣肉的 哈哈 杨美丽啊 是的 是的 我看到那个摩托在那边吃摩托车嘛 嗯 对对对 大哥给了一个你真好 你是开车的嘛 嗯 对 鸡饭 皮蛋粥 哎呀 这个高压锅 不知道哪里坏了 今天上不了气了 昨天煮干饭 上得了气 煮了半天都没上气 硬把它煮熟了 不知道哪里掉了啥玩意儿 今天虽然帐篷坏了 但是没下雨 外面没有大太阳 阴天真好 这帐篷里面不热 啊 就这么静静的躺了一天 真舒服 喜会享受 天呐 这么大个虫啊 哎 别掉了 哦 你看我这个帐篷坏了 然后把那个雨放在上面 把这个虫弄下来 今天在这里太漂亮了 所以休息一天 顺便杀一只鸡 一只鸡我又吃不完 然后等一个自媒体 等一个男孩子 下雨了 熊大来救场了 给我整个脚步 脚步 坏了 我用雨上面弄的 这里也坏了 这个 这个 这个也坏了 那个 上面那个防雨罩 被风吹跑了 前天晚上吹跑了 现在防雨罩也没有了 啥也没有了 哇 这吹跑了 你看看 这个粘了 然后这里粘了 然后 这里粘了 这里粘了 然后这里粘了 这里粘了 这里也坏了 这哪里有个扣子 这个 哦 对 下雨了 妈妈让我住蒙古包 看我这个帐篷站点 哈哈 遇到肥子了 我帮你这三个一起送 好好好 妈 我今天看到一个美女姐姐 你说也要美丽啊 美丽 哈哈 看着美丽了 去年就关注我了 对的的 一直关注 美丽的铁粉 不过我这个头发都还没有梳 今天下雨了 你们是往哪边走的 我们从北京过来的 往这个方向还是往那个方向 哦 我们往这边 我也是 我也是往这个方向 偶遇 偶遇 偶遇了 哎呦 真剑的 真人了 也不好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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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遇到最好的蒙古包老板 因为他免费让我在这里打帐篷 还要让我去他那里住 老板给我说 这个河对面有很多野蘑菇 因为刚刚下过雨 然后蘑菇很多 现在准备去摘蘑菇抓鸡了 吹烟 聊聊 哇 太舒服了 这环境 看着屁股 哎呦 左晃右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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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太美 太性感 看看 剪蘑菇 马上蹲鸡 这个是什么菌子 不知道 黄色的有毒吧 哇 这个怎么长反了 哦 这个掉了 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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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原来蘑菇是长树上的 我一只蘑菇是长到那个土里面的 哎呀 被这个脱了 呀 全都是蘑菇 这个蘑菇是掉了吗 就是这个黄蘑菇 这个好像叫火麻 你看 去碰吗 你碰一下 不是 它不是火麻 有点像火麻 反正是炸的很 为什么这蘑菇都长树上的呢 有营养啊 有营养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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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这能吃吗 搞点事 妈 不知道了 先摘回去吧 刚刚蘸了一个白色的蘑菇 老板说不能吃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吃 为什么蘑菇都长在树上 老板果然没骗我 说这边有菌子好多 真的捡了好多 这长得好拽实 你看看 卡到里面的卡 哎呀 我手上 你看 起泡了 你看我手 起泡了 你看 没种起 种起来了 就是刚刚那个碰的 这牛很小很小 这是一窝小牛 这个牛 这个牛 哇 美得很 现在在我搭帐篷的对面 老板说这有蘑菇 这个小牛在那秤洋洋 看完这个手 然后都冒泡了 是刚刚弄的 看这个马 然后脚绑起来了 昨天就在我旁边一蹦一蹦的 它现在在我的帐篷对边来了 看到没有 我刚刚手上都是被这个东西弄了一下 上面全是虫 你看它爬的 我今天帐篷里面爬了一个这个虫 哇 好恐怖 哇 你看好多小蘑菇 这蘑菇还长大 这个我们刚刚摘的蘑菇不是一个品种吧 另外一个品种 这个养蜂之家 他们家的鸡 我看的不错 人家说都不卖的 我昨天说了好久 是给我抓一只杀了 草菇 松茸 这是松茸啊 我们捡了好多蘑菇啊 哎呦 马爷 那问一下别人能不能吃 他们在这买松茸 然后养肚菌 原来这个黄豆叫松茸 美丽今天要抓子鸡 然后抓鸡 带你呀 哇 狗肥呀 老骨鸡 有没有蛋 这个都有骨鸡啊 这个还有骨鸡 哇 看到没有 火鸡 哇 这鸡真好看 好 好 好 火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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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鸭子 你刚才我先一个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再咬点 喂 差一点点 快快快快出来了 哎呦 马爷 来来说一下 哎呦 它叫闵一样的叫 我们决定从公鸡换到母鸡 最后换到乌鸡 然后 180 然后今天晚上对弄 雌鸡也要给美丽鸡 也要给美丽鸡下 骑自己车 辛苦了 都说我瘦了 你看整个鸡补补 也是鸭子吧 然后这个鸡没退毛 我们回去要自己退毛 袋子都沉坏了 我跟你说 你在外面去买一只鸡 他还给你杀好毛鸡拔好 这个我们还是要自己来 这个小小的一只鸡 180现在去弄水拔毛 第一次给鸡拔毛 我都没拔过 每次的话就是鸡 要么就是父母弄好 要么就是杀鸡到那里处理好 没想到180买了一只鸡 也没有多大 然后还要自己拔毛 自己弄那个内障 挺麻烦的 但是为了这个跑三季 活出去了 哇这个鸡做好了 然后土鸡 然后我们在河里洗的 然后要清水煮鸡 说不用高压锅 也不用油爆 是我的话的油爆了 我们炖了鸡汤 然后汤没有了 我们两个先把汤喝了 不再熬呀对不对 对再熬 然后重新放水 你看我们鱼人 我已经喝了三锅汤了 然后我们的肉还没熟 就把汤都一人整了三碗 然后重新放水 这叫什么 这叫三泉水 炖土鸡 这是炖了鸡呀 炖了11点 终于吃上鸡肉了 还是高压锅压出来的 开始能用锅里炖了半天 都没动手 吃饭 今天摘蘑菇抓鸡 真的太好玩了 又吃上肉肉了 不过弄了晚上11点钟才吃上 这美好的一天 从肉肉开始 明天开始炖羊肉了 熊大带的羊肉 谢谢大家关注